今年是否美国其中选举加州这一条被称为死亡税法案的19号提案 因为影响可能扩及子女的下一代 即使替政府带来非常可观的新税收 还是有加州的居民有议成今年的选举发起请愿撤销19号提案 但您了解这原本是要保护弱势族群的19号法案 却引发了加州住民引发请愿撤销的背后真正原因 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房价创下45年来罕见的涨幅 而且最近房源越来越少 近日更出现激烈的加价抢房热潮 房子交互以后要付的费用可还没完 最大一笔的支出之一 莫过于每年定期要缴的房地产税 要缴多少可又是另一门大学问 尤其在疫情期间刚上路的19号提案 老年残疾天灾受灾户房屋保护法案 墓地写在名字里 就是要保护这些族群 为他们提供了旧屋地产税带着走的优惠保障 但是新制度底下 房子只要一斤转手 不管是给谁 基本税额就会重新计算 即使是子女从父母继承家产 也是如此 明文取消了旧有制度中 子女继承地产税的优惠 同一栋房子 孩子付的地产税可能是父母的好几倍 因此 19号提案也被奉刺为死亡税法案 而且旧屋地产税带着走的优惠额度 也有最高100万元的上限 在现代物价连翻涨 百万豪宅越来越多的时代里 这两项改变 影响层面非常广泛 因此 从2019年法案提出至今 就算已经通过公投上路实施 还是有加州民众有意在今年的期中选举 提案恢复旧制 撤销19号法案 撤销19号提案的请愿申请 截止日期是4月15日 民众可上网站 reinstate58.hjta.org 查询最近的地点 领取请愿表格 中天中望特别准备了税务专题 更详细地分析新旧房产税法案 会怎么影响到最近有意在加州买房的居民 欢迎扫荧幕上的二维码 在中天中望的YouTube频道收看 中天中望 采访报道